哈囉大家好 我是婆皮 今天呢要推薦大家10款500元以內的評價 乾燥玫瑰色 焦土色 南瓜色 楓葉色的唇膏 對 就是這些最時尚色的唇膏 然後都在500塊以內 想要知道的話就跟著我看下去吧 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巴黎萊雅的233 它是我接觸到的第一支乾燥玫瑰色的評價唇膏 那這支是比較有紅潤感的顏色 但其實呢 它賣的比較好的是另外一支顏色232 那支顏色就是比較真的貼合唇色的MLBB色 它擦起來呢 是稍微有一點微霧面的質感 並不是超霧面 但是我覺得就一般來說還蠻夠用的 然後以這個價格來說是一個很划算的東西 第二支一樣是巴黎萊雅的喔 然後它的色號是618 出自於另一個系列叫做玫瑰風暴 那這個系列其實我覺得它出了還蠻多蠻漂亮的顏色 但是呢 最特別的就是這一款 它是南瓜色 擦起來也就是你知道質感跟其他完全不一樣 但是對我來說呢 我會覺得有一點可惜的是說 這個系列它是有一點光亮的表面 我個人比較沒有那麼愛光亮表面的 鋼燥玫瑰色唇彩 再來呢 第三款我推薦的是Romane的 All That Jazz這個色號喔 它這一系列呢 是超級無敵霧感的質地 所以說它上起來會有一種 嗯 絲絨絨絨面的感覺 我覺得質感非常好 所以我自己目前最愛用的是這一款 它就是一個超百搭的枫葉色這樣 但我平常上妝的時候我不會整個嘴唇塗滿 我會點在內色之後呢 再用指膚推開來 這樣子搭配淡妝的妝效會更漂亮一些 再來呢 第四款一樣是Romane的瘋狂霧感唇膏 然後這個顏色是Dusty Pink 它是比較偏煙燻粉紅一點點的色調 我自己是覺得這個色調其實還蠻實搭 然後也蠻實擦的一個顏色 那由於前面幾個顏色阿 這個顏色它基本上就是比較冷一點點的色調 那我是覺得說它擦起來也是會還蠻有氣質的 第五款呢 是Maybelline的霧面唇膏 然後這個色號是MNU10號 那它是裸色調的 Maybelline的裸色調我一直覺得還蠻厲害 就是它雖然是時尚的裸色 然後沒有什麼太重顏色的裸色 但它擦起來不會有生病的感覺 那這款質地是比較奶油霧面質地 所以說它雖然是霧面 但它還是會有一點點基本的滋潤感 不像上一款它是超霧面質地 基本上是完全沒有光澤的 這款呢 是Maybelline跟G.J.Hardick的聯名款 那這個色號是GGEE 它是在開架唇膏之中非常少見的這種灰紫色調的唇膏 其實我當初找這個顏色真的找很久 我還差點就是為了這樣買了專櫃品牌的唇膏 沒想到他們聯名款就直接推出了這款 所以如果你喜歡一些特別的顏色的話 我還蠻推薦它的 第七款呢 是MH專業彩妝的霧唇膏 然後這個顏色是L303乾燥風 我覺得它是在平下唇膏之中少數真正的土色 而且重點是呢 它是擦起來很好看 但又還是有氣色的土色 那像這一款呢 它也是霧唇膏 但是它也是稍微有一點點滋潤感的 不是完全霧面感 所以如果說你不想要太沒有滋潤度的話 也可以試試看這個系列 那款呢 是NYX的LSS558 那它的名稱叫做COCA就是可可色的意思 款唇膏雖然說它也是比較光亮感的質地 但是我覺得 嗯 它不是那種會顯老的光亮感 所以非常推薦給想要質感 但是又不想看起來太老氣的人 最後兩款比較難買一點 所以才放在最後 這個呢 第九款它是泰國品牌QPRESS的唇釉 然後我這個顏色是3號 呃 它比我前面介紹的各種楓葉紅磚紅色 都稍微再深一點點 然後也是一個全霧面的質感 那我個人覺得它最大的優點就是用量非常非常的實 你只要點一點點就可以擦滿整個嘴唇 而且也可以做出很漂亮的自然暈染感 最後一款呢 是英國品牌REMO的絲絨唇釉 呃 然後我手邊的這個色號是006喔 比起前面的顏色呢 我覺得這個顏色它是比較接近鐵鏽紅的感覺 然後擦起來也是有一種厭世的感想 呃 但是這個品牌我是在日本買到的 所以在台灣可能就不是那麼容易取得 以上就是我手邊10款 就是在500塊以內的評價 乾燥玫瑰色 楓葉色 煙燻粉色 塗色 你知道 各式各樣的顏色的 你知道 今年在流行的顏色的唇膏了 說實在的話 我在跳的時候很難覺得 因為我手邊真的有很多顏色超美的唇膏 但是這10支呢 我覺得是絕對非常推薦給大家的 然後基本上呢 我如果知道在哪裡買得到的 我在描述欄都有告訴你們 但如果說這個東西比方說 喔 我就是在泰國買的 日本買的 我也只能告訴你說 喔 我就是泰國買的 日本買的 也沒有辦法就是 然後印證住一個地方 然後跟我說 欸 你就去這裡買 沒有錯 就去這裡買 沒有 沒有 這件事情 做這一支影片 我只是要說 如果你想要買一些這種很時尚的顏色 或是一些很百搭的顏色的話 你也不一定要買專櫃的 其實評價就有很多很好的選擇 這樣子 呃 反正呢 有什麼其他的資訊 我都會放在描述欄啦 就是 你們就去看啦好不好 不要連開點字都懶 不然你學這麼多字要幹嘛用的好不好 然後再來就是呢 呃 我個人是希望你們訂閱我頻道 但是我就是知道你們就是 越要叫你們訂閱你們 越不要訂閱 唉 反正訂閱一下會死喔 訂閱一下啦 好 再來呢 就是你們可以去看我的個人網站 上面有很多 都是各樣的資訊好不好 最新的開箱等等的上面都有 好不好 就這樣子 今天影片就到這囉 掰掰 請訂閱一下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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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